今天咱们是一个茶饿会 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其实你们遇到的 我也遇到过 大家无非是 谁遇到多一点 遇到少一点 谁解决的多一点 谁解决的少一点 我们都是互相分享 取仓补短 一起探讨 学会过程中 我们肯定是有很多 这种尖酸辛苦的历史 外面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走过的人都知道 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现在的人 我看在座的女士生也特别多 真的不容易 以前的话 女士生在家里可能做了家务 相互轿子就好了 现在 不光是相互轿子 还得去上班 朝九晚五 回到家 还要做饭做菜 还辅导小孩功课 然后还有自己的电脑要照顾 你男方的电脑也得照顾 发现一个人给照顾多好 不容易 不容易 你真的可以用 用老人业来吸引人 对吧 不过这个也好 是种修行 最难的修行 所以不好讲说 男人吸引人 男人吸引人 是种真正的修行 所以大家庆幸 我一个人 能为这么多人 努力工作 服务 尤其现在你们看看 我看很多 其实修佛大多都是女师兄 男师兄就比较少 你们担任的责任啊 特别重大 要把学会的这东西啊 要跟孩子们分享 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嘛 那我们这些孩子 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自己 佛法是很难闻到的 很稀有的 咱们怎么才能学好以后啊 沿传生教 那有孩子 另外呢 先生太太 送我们养我们的父母亲 这个父母之恩也是很难抱的 所以我们的政认啊 很大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主要讲一下 该怎么修行 怎么去 把这个修行融到生活中去 跟现实生活结合在一块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里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非常重要一点 大家自己问问自己 我今天修行 我到底真正是为了什么而修行 因为这个音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什么样的音 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 其实很多人有的时候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仔细在思考 他们有的时候才会蒙掉 当很多人会脱考 就说哦 我是为了解脱 但在仔细去问问自己的时候 我怎么去走上学佛神奥路上的 我怎么 到底的最终目的 到底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什么 其实很多人 他其实是在逃避的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我跟很多师兄们交流过 很多都是觉得工作不顺利 家庭不幸福不美满 家庭不幸福不美满 还得照顾小孩 小孩有可能说不听话 还得照顾公公婆婆 换一个先生就已经让自己很多疼了 加个小孩 还有自己的父母 他的父母 如果你一个孩子的话 你差不多要面对 一个面对六个人 对吧 白天还要去上班 现在上班工作压力也很大 事情也很多的 很繁琐的 尤其像在座的 我看很多都是已经中年人 对吧 这个时候 其实这样讲 正好在单位里 个个基本上都是 忠如抵住的时候 人 人太轻易也不肯做领导 人太老 年纪也大 精力体也不够了 你们这个年龄 正好是公司里面 等粮住的时候 基本上老板 都会给大家很多的压力 很多任务 其实一个工作 基本上白天忙忙 还得回家做 还得回家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很多时候 我修佛其实是在逃避 我修佛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在放弃 我修佛很多的墓影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是为了解脱 我只是说 想从一个环境 换一个环境 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仔细想想看 还是在座的说 我修佛的真正的目的 我就是要解脱 我就是为了众生解脱而解脱 我是为了更好利益众生学佛 大家问问自己看 有没有这样的大悦 有没有我们在座的 我看到好几个都在摇头 今天是个非常殊胜的日子 阿弥陀佛节日 又日分月时 佛说我们因为无名嘛 所以轮回 我们一旦明白了以后 因为我们本身自信就是佛 每个人都是佛 西游老和尚走的时候 就跟他弟子们讲 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世界有佛菩萨在 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 老人家一生建了一百多个道场 都是说为了这一点大义 为什么 传有佛法 希望众生能解脱 老人家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一百多岁的时候 还在那个建寺庙 在搬砖土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学佛 明白佛法的一个要义 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自信就是佛 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 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只要你有信心 你一定会解脱 而我们现在的很多师兄 信心其实是不够的 其实问问自己 有几个真正的内心生气 我就是佛 有佛慢 没有 如果真正内心生气 我是佛有佛慢的话 我可以这样讲 我时时刻刻的约束自己 因为我说是佛 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对不对 佛是干嘛的 或是无时无刻不在利益众生 处处为众生想 很少为自己想的 你为众生想就是佛 你为自己想就是佛 你为自己想就是凡夫 其实我们只是想想看 这一天下来 我们有多少事情是为众生想的 有多少事情是为自己想的 其实很多时候 大多数时候 其实都是为自己想的 没有为众生想的 说到最后就是 最多就是我 没有为自己考虑 我都为小孩考虑 我为先生考虑 我为父母考虑 还是 在这么多前面 大家发现一个字 就是 我的 都是我的 我的 我的 网络上的这些人 你们会说我的吗 南大街好多人 也会说是我的吗 没有 更多的时候 想的就是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先生 我的孩子 对吧 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 大乘佛教的国家 我们在座的很多 都是学禅宗和学弊宗的 这都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 我们讲的就是相应 感应道交 那你看看 我们今天想的很多事情 都想自己 那我们怎么跟上师 跟高同大的相应呢 相应不起来啊 所以佛法讲究 怎么修行 叫一教奉行 仔细想想 这些上师三宝的教育 我们有多少做到 其实可能很多时候 十分之一的 我们都没做到 你看我们现在都是繁复 如果我们 一教奉行好 我相信在救人 以前啊 早就已经解脱了 看我们都是反复 就是因为我们 有很强的我知 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生活去学习 所以最终导致呢 我们一直在轮回轮回 不停的轮回 但我相信 我们在座 有好多都是 打不差在来 事先我们这个人生 事先这个生老病死 事先帮助众生 以种种的生象 在立于众生 以什么因缘得度 以什么因缘得度 以什么因缘得众生 很多动物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菩萨 就像我们已经点过 是薄荷 石头猪嘛 对吧 它也是大菩萨 我们都都知道的 所有的众生啊 其实都有佛性 都是一世佛母 今天呢 我跟大家讲讲就是 在修行里面 我刚刚也指出了一些要点 所以大家仔细想想 我们很多修行 一定要发这个大菩提心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他修了十年二十年 也修不上去 因为他这个发心不纯正 有没有从内心真正形起 是一种定解 说我要修行 是要为众生解脱而修行 或者是说我要真正内心出流 我要解脱 其实大多很多时候的修行 其实是想离开现在这个环境 现在的生活 不是大家心里满意的 如意的这种境况 所以去学佛的 所以这个发心 其实还是不太正确的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要端正自己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发心 只有这个发心存证了 我们这个结果一定会好 如果这个发心不存证的话 这个结果 我们相信肯定不如意 所以今天阿弥陀佛节日 六分月十 我们说过 做任何一个善事 都是亿万倍功德 我们今天在这里 有人就在这里 我们发大菩提心 这个功德非常非常大 所以大家今天在这块 在这个道场 我们可以发大菩提心 为众生的解脱 为众生的解脱 静静的修行佛法 为众生的解脱 静静的修行佛法 我想应该大家的佛法 应该是修得非常精进的 我离开的时候 也有很多师兄 我们都不认识的 大家很多师兄 可以这样说 我很不客气的讲 人都非常特别善良 特别好 但很多人还是在原地 你要想无常随时在我们边上来 我们生老病死 这样都在加速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我做医生的 我离开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多种癌症病 现在我几乎每天 我刚回中国的时候 手机一微信只有几百个人 现在一个号全满了 已经第二个号 第三个号 每天咨询各种各样的 明难杂症的 白血病啊 癌症啊 很多很多 那不定的一天 落在自己头上 无常在头上 大家有想过 我做好走的准备了吗 我相信我们很多都还没有做好走的准备 那怎么办 佛经上说 一世人生万劫不复 这个人生有多难得 大家都知道了 佛打一个比喻说 盲龟一百年 从海里起来一次 这个还很大 对吧 十大样的海水 多大 一只乌龟多么渺小 一百年从 海里面起来一次 正好在海上有个木板 一个洞 它这个头是要套进去 这种概率 我可以想说 基本上不可能的概率 是不是啊 微乎其微 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难得 那么这么重要的人生 我们应该怎么去珍惜它 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没学佛之前 其实都是在持持和和文阿乐当中 得过且过 每天都在活着 学到佛以后呢 我们很多 其实知道佛法很好 学佛也很好 但是因为 情人发心不纯正 没有很大的相应 加上自己呢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很多西西和西西 所以在修行的路上 其实多了很多佛教的术语 佛教的很多知见 而更多的这些 没有要求自己 改变自己 反而去 约束了很多周围的人 以种种的佛话 活语 去想改变别人 为什么 因为还是我这很重 希望 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 说话 言语啊 行动啊 让自己相应 希望别人改变 学佛法是让别人改变 改变成自己想要的 那个对方 孩子也是 父母也是 先生太太也是 自己没有多大改变 技术佛法 它其实是为了 自己改变的 是改变自己的心的 你说 什么最难改变 就是我们的一个人性格 是最难改变的 对不对 性格改变 我们是要通过佛法 去改变它 改变了我们这个人性格 我们的人性格改变了 比如说这个人一天到晚 是男人也抱怨的 见了谁都说 哎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这样 他怎么这么这样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你愿意跟这样今天相处宅宽吗 还是你愿意跟天天开开心心快乐乐的宅宽宽 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跟快乐乐乐在一块 但我们其实不知不觉都在半夜的 每天都存在着很多的恨 怒 恼 怒 怨 烦的一个角色 咱们想想看我们生活中 是不是有很多 这样的很难的法 我们一直讲究 修行的时候要按住 我们在坐上的时候 按住了吗 坐下按住了吗 很多时候坐上扔按住 在坐下的时候全部扔到脑后去了 这就是没有把佛法扔到圣物中去 方法方式不对 其实佛法是一个良药 它是治我们的烦恼这个病的 每个人的烦恼都不同 很多种 就八万四千种 所以有八万四千种佛法 对此八万四千种烦恼 其实这个就跟看病一样 一种病又一种药 对吧 你头痛病用头痛药 那么烦恼的病也有烦恼的药 现在很多时候 问题出在哪里 就像看病 我们需要一个好的老师 我们需要好的药 好的方法 你看个病 这个医生水分不够 没找到你的病 看的药也不对 那你这个病当然好不了 是不是 那么修行也是这样的 需要一个好的老师 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方法 然后最关键一点 我们要去用 要三个东西一年去做 老师再好 第二个再好 你不去服用没有 但老师 如果不知道你这个病的脑 更不用说 开了这个药 对这个烦恼的 那你这个烦恼也解决不了 对吧 好在我知道我们在座的 很多师兄 知道三日识都非常了不起 刚刚我跟那个师兄讲说 法王路易宝的这个传记里面讲 就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真正的善知识 可以说像白天的星星一样 非常的罕见 但只有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它一定是 慈悲的 真无的 他一定会把他这个经验 传说给我们 我们只要照他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反之 他自己都没有见信 他自己都没有走出解脱之路 怎么带你去解脱呢 对吧 我们这时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从近代到现在 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多的善知识 留下了很多 从佛德开始到现在 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教言 三藏十二步 包括密宗的五谷大论 还有禅宗的很多 智子猩猩的这些巨著 直约路等等 很多高中大的传记 其实都给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进去的开示 但我还发现 我们很多学佛的师兄 不管在家出家的 其实都很少去看 最近在东南亚 他有一位非常巨德的师傅 他当时问座下的很多弟子 很多都是学研出来的 很多还是葛西 很多都是Master 他当时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请问在座的几位大比丘Master 葛西 你们说金和论有什么区别 90%回答说 金是很简单的 论很深奥 你会觉得 合答对吗 你会觉得合答对吗 这次是哪位比丘说的 11多 对 所以当时我一听了 我是觉得很诧异 所以你们可想而知 只有10%的正确 所以有句话说 听法人他 有的时候就细乎又听下去了 对吧 大家如果能碰到一个真正的山子 是非常难的可贵的 万一如果碰到那 刚才90%的话 怎么办 这么宝贵的这个人生 狭暖人生 你不需用来解脱 他说今生不成就 真的是亏大了 不是亏一点点 是巨大 而我们现在每天 大大想想在干嘛 如果你把每天的行足作物都是 想要盗用 我恭喜你 你成就不远了 但很多人每天的行足作物 有没有在行足作物在修行 没有 还是在世界八华里打转 在贪嗔痴脈里面转 每天的 种种情绪 很丰富 该发脾气发脾气 对吧 该训人就训人 该是小姐脾气是小姐脾气 该他杯子刷杯子 对吧 修佛的时候 跟师兄们关系图得特别好 亲人一家人 佛到家 看到先生太太像抽人一样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 我们也都是这么走过 经历过的 我记得当时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 是刚刚接触佛教佛法 我连故意都不知道 但是我听 说人生还有轮回 还有解脱 我说这太赚了 真的太赚了 我以为眼睛一臂就完了 所以 以前生活 尽情享受生活 生活就尽情享受嘛 对吧 该吃吃该喝喝 该买买 该画画 反正以前 收入也不错 条件也很好 别人看法 可以送到我这边来 没问题 以为这就是人生生活 我们的人生活 很多时候认为 如果 我有件名牌衣服 我为了名牌车 方式买大点 就很开心很快 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过两天 你想要更多 你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 为了这些欲望 我们会拼着命的 可以说 打网语也好 种种的 造业很多 而这些 让我们心态 越来越变坏 变差 随着身体在不断衰退 现在的身体 你发现没有 现在很多人的身体 在加速的衰退 很多年纪 成了二三十岁 像五六十岁的状态 很多很多 为什么 这个欲望太强烈 情绪波动太大 我们中医里面讲 其实很深奥的 讲的有很多的 说这个病 其实分成三种 一种就是风寒 鼠湿罩热 已经接受了两人们 肯定不舒服 对吧 还有一种情绪 七情 我们终于叫七情六义 这也是治病的原因 那中医还很神奇 他还讲到第三个 他说 剩下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中医有十三个科 第十三个科是什么呢 叫注油科 专门教那些中医 去 帮这些病人 去除那些东西 其实跟火把还是有点很像的 所以以前那些老人 都要学这些东西 画符画咒 都要学的 驱神啊 找神啊 情神啊 驱鬼啊这些 很多的 其实不是一笔心 我们都修佛都知道 这些都存在的对吧 但是我们修佛都知道 这些鬼其实都是众生 这些众生都没有做 都做过我们一时父母的 没什么好怕的 他们心求我们帮助啊 他找别人没办法 找你为你修佛啊 你清静啊 你知道这个世界有鬼层存在的 他有时候给你弄点事情出来 不顺利 你想怎么办解决 你可能去找高人找师傅 你打挂 找高人有能力的一看 你身边随随随随随 你过去爷爷过去奶奶来找你 对吧 那么你可以去帮他们了 帮他们超度超度 来 param子 咱 你 你 你